大家好,今天我去缺德旧囤货了 最近家里还是囤了不少东西 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 今天一共花销约100刀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用100刀从缺德旧都买了哪些东西 我买了一包有机的玉米粒 这个可以来蒸米饭吃 这一包也就是重量为一磅的有机玉米粒 价格是1.79刀 我还买了一包大概是300多克的毛豆 只有毛豆粒 这样比较容易储存和减重 是1.99刀 买了一桶橘子汁 这个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 橘子汁的价格是2.79刀 这个Apple Strawberry Sauce我没有吃过 可能是水果酱吧 价格也是两刀多 我还买了三块缺德旧的牛排 这个每煎一块就可以当一顿晚餐的主菜 这个牛排是按磅称的都已经包装好 每一磅的价格是9.49刀一磅 每一块的重量大概是0.6或0.7磅左右 所以这一块的价格乘下来大概在6到8刀不等 这三块牛排可以作为这次囤货的硬菜 有牛排在不怕饿着了 缺德旧的这款21辛香料 应该是由21种香料研磨二成的 是我最喜欢的香料 有了它 基本上所有的白肉都能做出好吃的味来 这一瓶的价格是1.99刀 我还买了两小包的芒果干 这个芒果干挺软的 吃起来一点都不硬 是个不错的小零食 一包的价格是1.99刀 这个是新鲜的生姜 其实生姜从缺德旧买不太划算 这一块的价格就是1.59刀 除了新鲜的牛排 我还买了一袋缺德旧已经腌制好的韩式牛排 这个其实是牛仔骨 每一块都带着一点骨头 但是它很方便 解冻之后直接到烤盘里面烤烤就可以吃了 这一袋牛仔骨的价格是10刀 我还买了一张小牌 Baby Poke Rib 小牌的价格是5刀1磅 这一张小牌撑下来大概是13刀左右 这都是我这次囤货的战略储备物资 这些新鲜的时候吃不完 就把它到冰箱冷冻层冻起来就好了 缺德旧还买这种冷冻的鱼 我这次买了两大这种Doverso 中文名翻译成多福比目鱼 应该是扁平鱼的一种 价格大概在7刀左右一磅 也是按磅撑的 这一块大概在一磅左右 我想用它来做个酸菜鱼 其实这看着是冻的硬邦邦整空包装的 但其实解冻之后 除掉水分就没有多少了 一顿也是寥寥的 家里正好还有几袋 从亚洲超市买的酸菜鱼料包 就顺着鱼一起做了 我从缺德旧还买了一磅装的美国杏仁 这一包的价格是4.99刀 可以用来打奶昔喝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喝的一种果汁 包装盒上写着 Not from Concentrate 说明它不是浓缩果汁 这个果汁是用新鲜的菠萝炸的 所以酸甜可口 有时候喝一喝还挺开胃的 这一桶的价格是3.79刀 估计哪天也可以用它来做个菜吃 比如说虾球炒菠萝 放一点菠萝汁做替代品和调味料 我从缺德旧还买了两大鸡蛋 今天买的是缺德旧最便宜的鸡蛋 大概是1.59刀一盒 这一盒有12个鸡蛋 它也是grade A A级别的 但是并不是有机鸡蛋 我觉得这个级别的就可以了 也没有必要非要追求更贵的鸡蛋 这个是展布 size 就说明它是巨大鸽 缺德旧的有机豆腐 尤其是这个红盒的 是我对比了几家超市之后觉得最划算的 价格是1.99刀一盒 另外还买了一瓶西游苏打果汁 这个也是酸甜可口 偶尔喝一喝吧 其实也不是什么健康食品 这个得属于囤货里面可有可无的物资 缺德旧是中高端超市 而且非常高冷 从来都不打折 所以它也没有什么优惠活动 大家都是按原价买 买起来感觉价格要比一般超市还是贵一些的 当然最后我还买了一体水 这一体山泉水24瓶 价格是4刀 把钱拿到缺德旧花 每次都感觉花不着数 这是将近100刀的物资 或者说加起来应该有一点点超过100刀了 因为最后那瓶苏打水没有在这两张单子上 这样累积一看好像100刀也没买什么 吃不了几天 但是同样是100刀去其他超市 比如前几天我分享的奥迪 那是一家中低端超市 就很能花着数了 好在平时我比较喜欢购物 所以这样这种高冷的超市也好 平价的超市也罢 相互插货着一买 价格也不会太贵 算是普通人过日子的一个小小篇章吧 谢谢你观看我这支缺德旧100刀的购物分享视频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兴趣 也欢迎你留言和点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